穿过了人流拥挤热闹非凡的马歇尔大街 来到了Elephant House 大象咖啡屋 据说呢 这是爱丁堡最好的咖啡馆之一啊 一走进来就发现它真的是名副其实 柜子里陈列了各种各样形态各异材质不同的大象 地上呢是一头巨大的大象 墙上的画呢是各种各样的大象 连员工们的服装上都印满了大象 保护宾临灭绝的大象是这个咖啡屋的主题之一 但是呢 它为什么又被称作魔法咖啡屋呢 哦 秘密原来藏在这里 原来啊 这里还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 当年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在穷困潦倒的时候 每天就是在这里点上一杯咖啡 一边回望着古老的爱丁堡城堡 激发着自己的灵感 一边呢写出了世界名著哈利波特 这个咖啡屋里最奇特的风景 是它卫生间的涂鸦 卫生间的墙上 便池上 洗手池上 烘手机上 到处都是文字和图画 来自世界各地的哈利波特迷们 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感想 留下了哈利波特中的经典语言 哈哈 我突然想起来 我临来的时候 我的两个外孙女 千叮咙万嘱咐 让我一定到哈利波特兰 为了了解他们的想法 我在来英国的飞机上 还专门补了一课 看了一场关于哈利波特的电影 了解了她的魔法学校 魔法棒的神奇 嗨 一不小心 快乐姥姥也成了哈粉了 刚刚吃完午饭 一点都不饿 但是排了老长的队 好不容易在这里 找到了两个座位 真的是不容易啊 那么就点上两杯茶 点上一盘沙拉 一边品味着美食美茶 一边寻找着当年哈利波特作者 罗琳的感觉 好了 今天的大象咖啡屋 魔法咖啡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快乐姥姥的频道吗 明天精彩继续 跟着快乐姥姥看世界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